南投縣 私立普台高中 哭泣山林 不是說禮拜五才走 今天才禮拜三耶 還給我用得亂七八糟 欸 你是 我是林老闆請來那個看木頭的工人 哪位林老闆 你是這裡的地主 對 我是地主 你把之前在這裡大公流的越南工人都趕走了 他們是非法醫工 假觀光真打工 但我沒有趕走他們 等等 你是來打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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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是實話 你聽得懂越南話 懂一點 我們剛剛從上面下來 有看到兩隻門槍 山槍 That's right 現在應該還在那邊 你要不要去看看 那你們在這邊要 今天是Wednesday 我們正在等你老闆來買 Is tha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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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那邊碰碰運氣 有打到記得要請我吃三槍了喔 打拉摩給女兒 Yeah you're right This guy stupid Giyo 你又 欸 Biun 你回來啦 是啊 放暑假了 你來買檳榔嗎 你打麻煩會不高興耶 莫斯 我要買的啦 你咧 你買檳榔一定看你什麼也會生氣啊 你買一個檳榔又是不高興又是在生氣 你們來我的檳榔館到底是要幹嘛 我是看到你的機車才進來看看的 我跟你講過多少遍了 你未成年不要到處騎車拍拔照 我猜不知道我買檳榔的咧 但我是真的要來買檳榔啊 會後買三百 Giyo 你買這麼多幹嘛啊 我媽擠難得回來 今晚要通宵PARTY啦 PARTY個頭啦 最近21號省到駿坑西橋附近 很多車禍 警察晚上都在那邊領檢耶 沒差啦 我沒有個原住民大媽會生氣 倒是有個憨人爸爸會拋棄啊 那就來教會啊 天父不會拋棄任何人 對了 今天禮拜五了 你們兩個再過兩天要記得來教堂做禮拜 讚美主耶穌之明 Amen Superman Spiderman 偉成年來騎車 這兩個來這邊幹嘛 買檳榔啊沒看到 你咧交通警察喔 那這邊只要為成年騎車 兩天前 我到了山山的地區看 發現你年初弄架的那兩個越南表弟已經走了 公寮也拆了 葡萄收完了 錢賺到了就先回去啦 我有跟他們講 牧師是好人 借地方給他們住 所以這晚給人家收拾乾淨 最好是啦 有價值的帳篷拆走 沒價值的垃圾留給我撿 是喔 我打電話去罵他們啦 重點不是這個 嗯 我在山上碰到三老鼠 帶槍的 什麼三老鼠 我不知道啦 你們幹嘛都來問我 你們是指誰 還有誰來問過你 比喻問他們嗎 我真的不能是那些越南人 我沒說山老鼠是越南人 也沒說幾個啊 我真是白癡 所以你指的那些越南人是在說誰 我知道你是好人 別害我啦 我知道你也是好人 你不要害到你在台灣的老公跟越南的同胞 不是 我一個越南外配 能弄進來的只有那些 在我們新一鄉鬼圓打工的田邊 他們雖然非法 但都是老實人 只是想要多賺錢 那是誰把那些山老鼠從越南弄進來的 我只聽說 他的外號叫做狼秋 Ritter Snake 香味蛇 嗯 聽說是打過越戰的北越退伍老兵 在越南有幫派 大概六十幾歲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我那兩個越南表弟跟我講的啊 我之前問他們為什麼 最近一直教我送罐頭去山上 他們說會有山老鼠跟他們買 他們不敢不賣 因為他們有槍 嗯 而且還有C 安非他命 你怎麼知道 我看過他們的眼睛 很像西安的 嗯 聽說是會熬夜看木材跟韻木材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大概兩個多月前 你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講 你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講 我表弟工作還沒做完 也還沒領到工資啊 我怕你去跟警察講 好吧 我媽 不是我們越南人喜歡非法打工 是台灣的中間實在臭得很兇 我知道了 謝謝你 對了 麥 如果之後有任何跟山老鼠有關的消息 麻煩你盡快讓我知道 因為事情有可能會變得更嚴重 嗨 博棍 聽說你昨天被投訴了齁 對啊 禮拜五下午啊 昨天 真的是很倒楣耶 聽說是種葡萄的老張 哈 我前天去去中正路7-7巡邏鄉的時候 買瓶可樂坐下來後 順便回一下我女朋友的訊息 她就跟局長投訴我上班偷懶滑手機呢 你一定是耐得罪她了 還不就是上個月她的葡萄園剛好採收 我就逮捕了去幫忙的非法月老 三個呢 她就只能自己收 結果上星期三的一場大雨 一堆來不及收的葡萄就被打爛了 你是山上抓的 所以說你們漢人不了解嘛 上山真的是抓不到 他們都罵有人把風 你還沒靠近齁 他們全部都跑光了 等你上去 只會看到一堆那種防水不搭的臨時工鳥 一個人也沒有 等你離開 他們就像看到獵人走掉的動物 悄悄從草叢裡面轉出來 欸 那你到底是哪裡抓的 我前天喝可樂的7-7啊 唉唷 這也太巧了吧 那他們是去幹嘛 他們買一大堆罐頭跟水啊 準備帶到山上去 他們的補給品不都是 B狼攤的阿梅帶上去的嗎 就說你們漢人不了解嘛 阿梅只包那些她用進來的 越南親戚帶東西 其他像工業區的啊 做看護的啊 還沒在管的啦 今天禮拜六應該沒什麼事吧 欸 先生 你是 我是非法為老 我要自首 你從非南嗎 是 喔 狗原的老闆對你不好 No money No 我是山老鼠 你射上武器嗎 No you can check it 撲棍 背包上有血跡 打電話叫街市客人來 是你還是你的同伴受傷 是我弟弟 他死了 請大家跟著我一起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你為我們而死 使我們領受罪得赦免的救恩 感謝你死後又復活 讓我們有得勝 更新 與永恆生命的盼望 奉你寶貴的名祷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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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首長 主日禮拜結束了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嘛 欸 對喔 你好像什麼徒都不是 歐瑪斯 拜託喔 一個越南人死在山上耶 嗯 不是越南人 是山老鼠 他死的不是山上 是我們族人的保留地 歐瑪斯 雖然我不是原住民 但那也不代表我再會保留 我早跟你講過有山老鼠了 我舅舅上個月在他山上的菜園 就有看到 他們來偷菜 我自己禮拜三下午又有看到 還有人帶槍 但是跟你講有什麼用 你什麼都沒做啊 現在打保留地來偷木材 還在那邊發生命案 你不要跟我講 在我保留地的安全 我派出所說那幾個警員 難道你要叫我去收山嗎 還是到保留地蹲點 歐瑪斯 你跟冰藏攤的阿梅交情不錯 平常也會幫忙解決 果農跟月牢的問題 你那邊有聽說什麼消息嗎 消息不多啊 只聽說 那些越南人 有越南黑幫的背景 阿梅只跟你講這些 你都去問過他還來問我 我以為你會知道更多嘛 我禮拜三遇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似乎是在等著跟人交易 可能是後來分錢沒分好 起了內訌吧 歐瑪斯 我現在跟你講的 你不要講出去 卡丹十者左肺那顆致命的子彈 是屬於你們布農族傳統獵槍的子彈 你認為是我們族人幹的 麻煩你就幫我打聽一下 禮拜五晚上有哪一些人 帶著獵槍去打獵的嘛 你也有做料白料 你自己去問啊 歐瑪斯 我不信神 沒有信仰 但不代表我心中沒有正義 而你心中的耶和華 或你血液的迪嘎尼 也希望這件事情有個真相可以交代吧 歡迎去回大明市五金新聞 接下來我們帶來關心天氣 雀鳳恐怕是零颱風喔 而受到太平洋高壓北台的影響 有力熱帶擾動的發展 大海 你今天早上怎麼沒去教壇 不舒服嗎 喔 請拿五大學在 啊 我昨天有點事 處理得太晚 今天早上好起不來啊 是喔 唉 現在大家都不會來教會了 年輕人尤其少 唉 對了 比喻應該放暑假了吧 怎麼不叫他來禮拜咧 唉 現在管不動他了 大海 我禮拜五下午有看到比喻 跟吉隆在一起 在阿梅的冰檬燈 唉 放暑假輕鬆一下 OK啦 吉隆說他買了很多冰檬 所以要跟比喻整晚爬屁 有可能增強微颱風 目前環境的菲律賓通關海面雪 熱帶的影響 大海 你價值上的獵槍咧 不住我的獵槍 會跟獵兒一起 像麥瑪德蘭 我們的祖先一樣 我昨天送比喻跟吉隆 到山上老家的空墓墓 躲一陣子 他們真的殺了那些越南人 死散老鼠 比喻再真的不弄 Sina 禮拜五傍晚 比喻跟我拿槍 還有管制點柵人的鑰匙 說要跟吉隆到山上打飛鼠 那幾個越南人 應該在前面一兩公里是偷進木材 如果阿妹沒有騙我們的話 他不會啦 他也不喜歡那些衛生的山老鼠啊 但我大媽知道一定會氣死的啊 他一直叫我不要惹人去越南人 他們惹到你有其他褲子嗎 一步兩個禮拜前 到保留第三步 碰到那些臭老鼠 居然拿槍為其他離開 也不看看這誰的地 沒錯 只要其他褲子就不行 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我們再往前走 大概一公里去買 嘻 怎麼了 我看到紅色燈光 搞不好是動物的眼睛 那是有紅色玻璃子 照做手眼筒 用一片這種外行人 來 搶給我 欸 小心一點 別出人命了 安娜 剩下他們而已 文宸 文宸 欸 你打到人了 文宸 快跑 車門會上過來 事前經過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你打算怎麼辦 去警察局問局長李忠義啊 問看這樣的情懷怎麼辦 其岸未成年 一開不會被怕很重吧 你好像比較關心其岸 又不用什麼也沒做啊 頂多就是要求教場管教嘛 大海 其岸那個漢人爸爸很早就跑了 在外地工作的媽媽 也把他丟給村裡的阿嬤照顧 我不認為他會用傳統獵槍 我認為真正的情況應該是 那幾個越南人 應該在前面一兩公里 是投居木材 如果阿妹沒有騙我們的話 他不會啦 他也不喜歡那些危險的山道鼠啊 倒是你的阿嬤 知道一定會氣死 他還是叫我們這些烏巴士 不要惹那些越南人 但他們惹到我的親南烏大士啦 兩個禮拜前 你打電話跟我說 我一步到保留地散步 碰到那些臭老鼠 居然用槍威脅他離開耶 也不看看這是誰的地 沒錯 熱到竟然互達就不行 要給他們的顏色悄悄 我們再往走騎 大概一公里去埋伏 嘻 怎麼了 我看到紅色的燈光 是用紅色玻璃子照做手眼筒 用來騙那些外行人 沒錯 但我可是跟我大媽夜間熟練過的 成年獵人 小心點 沒出任命的 阿嬤 嚇嚇他們而已 你打到人了 你打到人了 快跑他們可能殺過來 Umas 打害只有一個兒子 而且已經17歲了 你沒有結婚 你不知道打害了怎樣 我也是不弄 你真的不能這樣講 照上面了 不行 聽我聽我聽我 欸 局長 阿怎麼走一個 這是哪一台的誰 這是台灣地方新聞網那個 駐南投地區的記者 阿圓民台的記者呢 他們說他們今天禮拜一有點忙 而且我們這邊也有點遠 禮拜一有點忙 你看你們自己人都不關心自己人嘛 阿這位記者叫 呃 陳曉玲 呃 呃 呃 陳小姐 呃 陳小姐 欸 請問你有帶攝影師嗎 喔沒有欸 我就用手機直接錄 喔 局長可以開始記者會了 呃 好 那麼 有關非法入境移工 阮文治意外重槍身亡以案 本局調查結果如下 7月8日禮拜五晚間約11點半左右 阮文成 阮文月 阮文治 三胸地帶 南投縣信義鄉雙榮林道2.5K處 到罰蕭南與三幕後 朝0.5K的管制點走去時 正好遇到李姓雲林姓兩名原住民青少年 手持傳統獵槍與夜間狩獵 由於到罰者慣用紅色玻璃紙遮擋手電筒燈光 李姓少年誤認該燈光為夜行性動物的眼睛 顧開槍射擊 不幸命中阮文治左胸 阮文月開槍還擊 兩名少年急忙騎車逃逸 因害怕闖禍 顧在山上躲了兩天後才投案 因兩名少年皆未成年 顧在此不便透露姓名 局長 聽說阮文成他是自己主動投案的 您要不要談一下 您幹嘛先跟他說 是的 阮文成於7月9日禮拜六下午到本局投案 那他為什麼主動投案 阮文月呢 阮文月已經帶槍潛逃出境 至於阮文成投案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不想讓最小弟弟曝施一箱 希望被遣送回越南時 能夠將阮文治的骨灰一併帶回 局長 阮氏兄弟為何能夠非法進出我國入輪之境 他們的槍是哪裡來的 這種非法外勞在新一項人數多嗎 這些都尚待進一步的調查 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問題的話 那就謝謝大家 那就... 沒關係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您張小姐 務司 喝杯茶帶走吧 不了 最近火氣大 嘴巴又有點苦澀 就不浪費警局查夜了 這個無解的故事是由2021年7月24號發生的真實事件改編 但這並非單因事件 根據南投地檢署統計 三菱道法案件平均每月5到6件 被起訴的300人中 有45%為外集公 由於案件性質複雜 又發生在偏遠地區 情況一直沒有獲得改善 我們希望透過劇場表演的方式 讓更多人來關心這個議題 謝謝 謝謝 我們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